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章的最后一节 关于合同的转让终止和美约责任的相关规定 首先来看一下合同的转让 合同的转让实际上主要指的是 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的转让 其实相关的知识点在讲前面内容的时候 已经有所涉及到了 比如说我们前面讲保证的时候 保证人的责任可能会基于债权人转让债权 或债务人转移债务而受到一些影响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样的权利和义务转让都需要遵守哪些条件 首先我们是债权转让 因为债权转让本身通常不会对义务的履行 带来过多不利影响 所以说债权转让无需债务人同意 但是需要通知债务人 我是债权人你要把房租交给我 我现在告诉你 你把房租交给张三就行了 这就是一种债权转让 他不用债务人同意 那债务人接到通知后 可以向受让人来主张抗面权 比如说张三 找张三来找你要房租了 那这个时候你对张三说 原房东他为什么我不给他房租呢 是因为原房东答应我的房屋漏水的维修 或者是补偿费还没给我 这是一种对抗 这是可以的 第二 受让人取得了与债权有关的重权力 比如说担保 那受让人取得的重权力 不因为这个权力没有办理相关的公事 而受到影响 这就是这样的一种 重合同和主合同之间的同步转移的表述 接下来来看一些特别规定 如果债权没有通知义务人的呢 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 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张三找我要钱 我说对不起 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把这个债权转让给你了 我怎么能随便给你呢 我要给只能给谁给原先的房东 这因为没有通知 第二 债权转让权力的通知是不可撤销的 如果现在我告诉你了 说我已经把权力转让给张三了 回头我又打电话 对不起我这个不给张三了 我要给李四不行 这样的一个转让权力的通知不可撤销 当然除非受让人同意 受让人说行 你给谁都行 反正我给谁都给这800块钱 好 第三 下例情形债权是不能转让的 第一 根据债权性质是不能转让 比如说出版合同中出版公司的这样的一个债权 伟多合同中美托人的债权的 他都是和特定的这样的一种债权的性质密切相关的 他可能就依赖于特定的人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合同中的权利 第二按照约定 第三按照法律规定 这个不多说了 看一下特别提示 特别提示这段话是从民发点出台以后 我们教权新增加的内容 这几年考核的评次还不是很高 当时约定非金钱债权不得转让的 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也就是说当时约定了非金钱的这样的一个债权债务 债权转让 他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也就是说第三人如果不知道你的债权是不能转让的 那这种转让对第三人是有效的 再往后看 当时约定金钱债权不得转让的 不得对抗第三人 我们就把这句话换成另外一个角度来表述 当时如果约定了这样的一个不得转让 那对于非金钱债权和金钱债权来讲 哪一个约定约等于没有呢 下面这个 对吧 当时如果约定了金钱债权不得转让 对不起这个约定都不能对抗任何第三人 所以说因为金钱债权本身就难以固化 难以特定化 那这种约定约等于白约定 好就是这样的一个区别 接下来呢 再看一下债务的承担 债务的承担实际上就是我们前面说讲的债务转移 它指的是债务人将债务的全部和部分转移给第三人 那这个时候债务转移需要真的债权人同意的 我之所以把钱借给你 是我认为你具有足够的偿还能力 现在你把债务转让给了一个 另外一个我不认识的人 他会增加债务履行的风险 所以必须要征得债权人同意的 债务人或第三人可以吹告债权人在合理的时间内予以同意 也就是说我现在债务要转让 我给你发了一个函 然后你迟迟不回复 这个时候呢 我还要吹告你一下记住了 我还要吹告你一下债权人 说你说没说得信呢 三天之内给我回复吧 如果债权人仍然为作表示的 债权人接到电话以后呢 哼了一声 然后就做别的了 仍然为对这个事做表示 视为不同意 那那非得我明确的拒绝你吗 对吧 在这个时候的沉默 它是具有一种否定的意义 看这里 债务人如果转移债务的 新债务人可以主当原债务人 对债权人的抗辩 这个就是这样一个权力的转让 没有什么多说的 原债务人对债权人 想有债权的 新债务人不得向债权人主当抵消 这样的两句话呢 我建议同学们 多熟悉多看几遍就可以了 从考试的角度来讲呢 这个地方考点 我们考的是比较少的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种情况 叫做债务加入 债务加入实际上就是 第三人加入了 加入到这样的债务里面了 那对债权人来讲 实际上是一种积极的变化 多了一个人帮你还钱 对吧 那实际上我们前面在讲 合同法基本理论的时候 我们也讲过 涉及第三人的旅行 包括向第三人旅行 和由第三人旅行 对吧 好 那这里呢 债务加入 它也是一道第三人 而这里的第三人呢 它指的是 第三人和债务人 约定加入债务 并通知债权人 或者第三人向债权人表示 说我和债务人同甘共苦 他欠的钱就是我欠的钱 我跟他一起还 那在这种情况下 债权人没有在合理的期限内 明确拒绝的 视为同意 这一点就和前面的债务转让时 债权人的沉默完全有区别了 对吧 好的 接下来看一下效率 债权人在这个时候 就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责任 可是此时 第三人承担的是什么责任 这个责任很特别 在整个我们的民法里面 这种责任是唯一一处 就是 请求第三人在其愿意承担的范围内 承担连带责任 什么叫债务加入 凭空中多了一个人帮债务人来还钱 那这个时候 这个人和债务人之间 对于未能清偿的这一部分债务 是什么样的一个债务承担呢 首先它是个连带 说连带我们可以理解的很清楚 对吧 那就意味着我作为债权人 我可以找到你债务人还 我也可以找到新加入的第三人 要求你来还 但是一般我们讲连带的时候 他都是全额连带 就是债务人 你找债务人要多少 我就可以找到另外一个人 连带债务人要求的还多少 对吧 可是这里面第三人 由于他是一种凭空的增加 额外的付出 所以我们就考虑对第三人 是不是要有一个倾向性的保护 有 那就是在其愿意承担的范围内 承担连带责任 他是连带不假 但是连带连多少 看第三人愿意承担多少 这样的表述 这样的特别的连带责任 全书中仅此一处 这是债务加入的相关表述 一定要把它记住 而且要和我们前面所讲的 涉及第三人的旅行时的相关规定 放在一起做比对 最后还有一种在前在路的概括转移 就是这是一个双募合同 在双募合同里面 我可能是又有权利又有义务 这个时候我把我所有的权利 我都转移给另外一个人 我彻底退出这样的一种合同关系了 我是开发商 我是某大开发商 现在这个楼盘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继续开发了 怎么办呢 我把我该合同中的所有权利物 都转让给了一个这个地方平台企业 作为一个接手方 这就是一种在前在路的概括转移 但这个时候呢 因为涉及到义务 也需要征得他方当事人同意的 这里的转移呢 包括议定转移和法定转移 议定转移呢 就是合同约定 比如说像我们举的一个例子 我这个楼盘干不下去了 我找了一个接手的转给你 所有的权利物都给你了 那法定的呢 比如说是主体被兼并 那兼并后的企业 要承接原企业的权利和用 来看19年这样一道题 这道题呢 考的是关于债权转让 要求选出表出正确的 A 债权转让 无需债务人同意 对的 只需要通知就可以了 那我可不可以约定 债权不转让 可以啊 对吧 这是你的权利 好 第三 债权转让需要通知 D 债权转让后 受伤人能不能取得重权利 可以的 对吧 而且这个重权利 不因登记或占有要件的缺失 而受到影响 这道题 大家选ABC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 知识点关于核动的终止 那到这里我们就发现了 我们整个核动码总则部分实际上已经严重了从一个核动的从无到有 从有到旅行 那最后他要走到中间 终止 对吧 那核动终止的基本理论包括这样的一些表述 我们要房子在考试的时候考他 这几年的考试的考题有个别题会有一种建筑偏锋的状态 比如说偏理论 那么像这样的一些规定都是一些理论性的规定 同时要去理解 核动的权利用的终止 它实际上包括债的终止和核动解除 区别在于哪呢 债的终止是指给付义务的终局消灭 核动的解除呢 有可能是还赔偿义务仍然在 那当债的终止的时候 那就意味着我欠你的钱还了 我们之间的债就没了 核动的解除是什么呢 核动的解除是我要把房子卖给你 你迟迟签了核动以后 迟迟不给我交付房款 这个时候我要求核动解除 但是你是不是违约了 核动解除了有没有影响 我要求你承担违约责任 不影响 所以它的损害赔偿义务仍然在 所以债的终止 它是一种相对来说圆满的状态 债务人的给付义务就被消灭掉了 而核动的解除呢 它可能会面临的一些衍生的问题 那当然 当你作为核债务终止 给付义务消灭了 但是你同样会有一些伴随义务 主义务被消灭掉了 同样有一些伴随义务 比如说该给人的评证 你要不要给人家 对吧 别人还你钱了以后 别人给你打的欠条 你要不要还给人家 那你是不是要保密 你基于合同知道的 对方的商业秘密什么呢 是不是不能说 对吧 好了 债权债务终止时 债的从权利同时消灭 列有规定的或列有约定的出卖 这是一些理论上的表述 给同学们介绍到这里 那好 那接下来 债权债务终止 都有哪些情况 可能会发生 债权债务的终止呢 防止出选择题 就这几大类 第一 债务按约定履行 还钱了 第二 债务相互抵消 你欠我 我欠你 不用还了 第三 债务人依法将标的物提存 我把东西给你 你不要怎么办 我把这个东西放在公正机关 进行提存 就相当于我给你了 第四 债权人免除债务 你欠我的钱 我告诉你 不用还了 第五 债权债务同归于人 这个时候债权通常会被消灭掉 后续我们就会围绕这几种情况 来给同学们做介绍的 这里是整体概括一下 防止出选择题 这些都是债权债务终止的情形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清偿和解除具体的规定 清偿 清偿这就是一个消灭债务最圆满的状态 可以是本人清偿 也可以是别人帮的你清偿 对吧 我们前面说过 比如说第三人愿意为债务人的债务来进行偿还 这种偿还可能是基于身份的原因 可能是基于财产的原因 没有问题 债务人对同一债权人负担的数项债务种类相同 但是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 除了有约定外 由谁来指定其履行的义务呢 债务人 也就是说 那倩币可能借了十笔债 那现在我只能还其中的某一笔 那这个环境是哪一笔呢 我就用这笔钱还的第六笔 可不可以 可以 没有问题 债务人来定 第二 债务人要没指定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一系列的推定规则了 这个规则它是有可能出现在主关题里面的 没有指定的时候 优先旅行已经到期的债务 也就是说 债务人说了 我欠你十笔钱 我现在只有这五万 这五万你用来还哪个 我也没说 那怎么办呢 那我就看这十笔钱里哪一笔先到期了 先到期的就还先到期的 那如果都到期了 优先旅行缺乏担保或担保最少的 这十笔债务都到期了 那我就看这个债务到之后有没有担保 没有担保的就用这五万块钱先还 都没有担保或担保相同的 优先旅行负担矫重的 那就是什么欠的多的 比如说十笔债务中有一笔是八十万 那其他的都是两千三千 那我就五万块钱就先顶这八十万的这个债权 如果是负担相同的 比如说都是三千 那这个时候就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税序 如果到期时间相同的按债务比例履行 这里面注意 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税序的情形表述 并不是特别多 这一点要注意 第三 如果债务人在履行主债务外 还应当支付利息和实现债权的相关费用 其给付不足以清单全部债务的 除了有约定外应当按照下列顺序 一 费用 二 利息 三 主债务 我就给你五万 只有这五万 五万块钱你看拍卖 实现债权有关的费用花了三千 利息可能是五百 剩下都是主债权 那就按照这个税序 先给三千再给五百 剩下的还主债务 接下来我们来看合同终止的另外一种情况 叫做解除 什么叫解除呢 实际上就是在合同完全履行前 来终止存在的一个合同 那它终止的原因 有两类 一类是通过双方协商一致 或提前约定的情况来解除合同 另外一种则是基于法律的规定 单方就可以要求解除合同 好 那首先我们来看议定 议定就是当事人双方约定的 那我们看有几种情况 第一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事由 也就是说 这个合同是可以由单方来解除的 但是这个解除的原因是双方约定的好的 那解除合同的事由一旦发生的时候 解除权人就可以要求解除合同 比如说当时双方约定好了 说一旦我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助力合同 基于某种原因导致助力物不能发挥本来功能了 比如说不让助力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合同就解除 第二种情况 双方在订立合同时也可以约定合同解除的条件 那条件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 不条件法律行为中的条件 这里的条件就是将来可能发生的合法的事实 一旦这个条件成就 合同就自动失效 这个时候任何一方都不需要做出意思表示 所以一和二他们的区别就在于 一是提前约定好了这样的一种事由 二指的是约定的条件 而区别就在于条件一旦成就 换句话说就是发生了 这个时候合同就自动失效了 不需要当时人再行使权利了 第三在没有其他约定的时候 当时也可以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来解除合同 比如说我现在确实不想出国了 这个时候我们之间办的这样的一个 出国留学咨询的合同 怎么办呢 我找你商量 说咱来解除掉吧 可不可以呢 这也可以 这是协商一致 所以上面三种情况 这都是针对的议定 都是当时人通过约定 或是由当时人的意思表示来决定的 合同解除的情形 下面这几种情况 我们看的性质效率就比较强劲了 就是当时在没有约定的时候 是可以单方解除合同的 包括这样几种 第一因不可抗力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 那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当时人就可以行使解除权 比如说地震了 对吧 这是一种不可抗力 第二在旅行期限界满之前 当时人一方明确表示或以行为表示 不旅行主要债务 不旅行的对方有权解除合同 欠几钱也没到期呢 我明确告诉你 你不用等了 到期也不还 没有 这就是一种情况 那么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我要把签了一个合同 说这个15天以后 把这个房子过户给你 但是第二天 我就把房子过户给别人了 那很显然这个房子不能再旅行了 对吧 这就是以自己的行为表示 不旅行主要债务 所以这个时候 守约方他就有权要求解除合同 第三 当时人一方职业旅行主要债务 吹告后合理期限内仍未旅行的 这个时候也可以解除合同 他主要包括了两个要件 第一是职业旅行的是主要债务 比如说在买卖合同中交付标的物 交付房款 这就是一个主要债务 第二 还要吹告 在吹告后仍未旅行的 这是第三种情况 第四 第四指的是其他 那其他都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这个时候 他也属于我们一种兜底条款 一二三 这是我们很常见的情况 那接下来 我们看 最近两年教材中 增加了个别的一些表述 比如说括号五 以持续履行的债务为内容的 不定期合同 很简单 房子住给你了 周期多长 没说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一般说超过六个月 应该签你书面的合同 否则就视为不定期 那不定期就意味着什么呢 我随时可以把你连走 你也可以随时搬出去 所以这就是一种 以持续履行的债务为内容的 不定期合同 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 但是必要的 合理的期限之前 通知对方 履行通知义务就可以 第六 第六呢 这里介绍了几种特别的合同 在这几种特别的合同里面 就是有单方享有 解除合同的权利的 好 我们先看第一个 在承揽合同里面 定做人 在承揽人完成工作前 可以随时解除合同 但是给对方造成损失的 应当赔 比如说我现在的这个服装打板 这个巴黎时装会 刚刚完事 然后呢 我就去买了一套 这新发布的时装 回来以后把它拆开以后 做了一个自己的版型 然后我现在委托你 你来给我按照我这个版型呢 加工制作 我就属于定做人 你呢 就属于承揽人 这就是一个承揽合同 所以在这里面呢 定做人作为我 我是随时有权利要求单方解除合同的 比如说我发现啊 这一款虽然是最新的村装款 但是呢 由于今年气候的变化 夏天来的特别快 不能生产了 生产完以后呢 都已经换下装换短袖了 没人买了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马上告诉你 别生产了 这就是我单方解除合同 但是有同学就会说 老师 那我作为承揽方 我支出的人工 我做的这样的一些 必要的费用的支出 等等这些 我找谁要啊 谁给你造成损失的 定做人 对不对 那定做人就要赔 所以结合这一点 告诉同学们 我们整个这样的合同的解除 它都是一种合同法律关系的解除 但并不免除 因此而产生的当事人的责任 比如说这里的赔偿责任 就像我们之前说过的 有同学就说 说老师 那既然责任不免除 那当事人解除这个合同 有什么意义啊 哎 解除合同 实际上是可以让 有理方或者是无过中方 彻底的跳出合同的约束 能够有另外一种 处分自己财产的可能性 比如说我把我的东西卖给你 签了一个买卖合同 那在这个时候 好 我现在你违约了 你违约怎么办呢 我比如说是房屋 你违约了 没有按期交付买封款 那这个时候 我就可以要求先解除合同 然后再追究你的违约责任 那这个时候这个房子 我就可以再去卖给其他人了 如果你只追究他的违约责任 不要求解除这个合同 那这个时候 你还在原合同的束缚下 你要再把这个房子卖其他人 就有可能构成一房二卖 就要承担不当的 或者说不利的这样的后果了 好 所以解除合同对于守约方来讲 实际上是有利无害的 这是一种情况 第二种呢 单方解除合同的法律规定 就是货运合同 货运合同里面 托运方有单方解除权 比如说我现在把一船大豆 给你运到大连港 好 那但是在这个时候呢 突然发现什么 基于这样的一个中美贸易纠纷呢 这个大豆入港口 现在已经受到了一些特别的限制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是托一方 我赶快告诉你啊 只要在交付钱 告诉你 你可以先停 在海上先飘一会儿 等我的进一步指示 我也可以要求呢 你赶快回来 说这个货呢 你返回来 我再可以送到这个广大的这个非洲地区 我也可以变更到达地 大连港不能来 我能不能到迎口港 能不能到天津港 变更收获人 这都是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 也就意味着 托越人可以随时就享有这样的一种权利 但是因此而对方造成损失的需要赔 你比如说本来应该到大连港 但是后来到了天津港 那中间的运费等其他的费用 要不要承担 那你都要承担 第三 委托合同 委托合同中 委托人或受托人 这是他和前面的区别 承揽合同和货业合同 都是单方将有法定解除合同的权利 而我们在委托合同里面 双方 委托人或受托人 都可以随时要求解除委托合同 应解除委托合同 给对方造成损失的 除不可规则于对方的事由外 无偿委托合同的解约方 应赔偿 因解除时间不当 造成的直接损失 有偿委托的解除方 应当赔偿对方的直接损失 和合同旅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 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区分 法律行为中的一种类型 有偿和无偿 我们前面说过 区分有偿和无偿 最主要的功能就在于 他的责任是不同的 那谁的责任轻 无偿 对吧 因为我是一种无偿委托 那这个时候我如果 因为解除时间不到 提前半小时才告诉你 给你造成了这样的一种 守住无措 或者是直接损失 我只赔这个 这个很明显 责任要轻 但如果有偿委托合同 你是可以解除 但是你还要赔偿 对方因此受到的 这样的直接损失 和预期利益的损失 好 这一点大家要记住 在这里呢 我们对于合同解除的 其他规定啊 做这样的几个特别提示 第一 法律规定或当时约定 解除权行使的期限 期限既满步行使的 该全力消灭 也就是说 你这个解除权 什么时候行使 我们前面在讲 期限的时候 我们前面讲过 不同的法律行为 对吧 可变更可撤销的 法律行为中 它有一个期限的行使 比如说重大误解 造成的七大胁迫 和成人之威等等 它是有不同的期限 那在这里面 我要求解除合同 也有可以通过法律规定 或约定来行使 那这个权力 如果没有在规定时间内行使 权力消灭 就这四个字 如果出一个选择题 要把它识别出来 要把它的这样一个后果 和诉讼时效进满的 这样一个后果 要区分开 第二 法律没有规定 或当时没有约定期限的时候 怎么办 那是不是解除权就永远都有呢 不是 自己知道或应当知道 解除石油直指起 一年内不行使的 这是一种情况 或者是经对方吹告后 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 该权力同样消灭 这两种情况 这是我们关于 合同解除权行使的 期限的规定 一定要注意 第三 当时依法 依法主张解除合同 应当通知对方 应当就是必须 通知 那就是你的义务 如果你要解除合同 无论你是定做合同中的定做人 还是这个运输 货运活动中的这样的一个运输人 你可以啊 可以单方解除合同 但是需要通知对方 那好了 这个合同自通知到达时就解除 当这个通知到达对方时 这个合同就解除掉了 那通知中可能会有这样的表述 说展明债务人在一定期限内 不履行债务 则合同自动解除 债务人在该期限内 不履行债务的合同自通知 展明的期限届满时来解除 比如说一方前履行合同中的 主要义务 迟迟不付访款 这就是我给你一个通知了 说三天 三天之内再不付访款的话 该合同解除 那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合同就从通知 载民的期限届满时就解除了 这个时候不用额外再发通知了 对方如果对解除合同有意义的 认为不构成这样的一个 主要债务履行的违反 我认为你没有单方解除权 那这个时候任何一方都可以 请求法院或仲裁 确认解除合同的这个行为的效率 第四 有的时候司法实践中 当时很多的时候都是在逗一口气 当时说了 我就是要解除 但是呢 我就是不想和你直接对话 不通知对方 那怎么办呢 我直接到法院提起诉讼或申请动台 在这种情况下呢 好了 当你到法院提起诉讼的时候呢 当人民法院确认该主当的 就法院说了 说你这个主当确实有道理 我可以支持你 那这个时候呢 合同自起诉到副本 送达对方时解除 看清楚圈四的含义了吗 他指的就是 如果你实在不想和对方 有这样的任何言语上的交流的话 好 你可以直接到法院提诉 到法院说 我要求起诉解除这个合同 法院一审说没问题 那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呢 他实际上在先才会有一步 就是你到法院起诉 法院起诉以后立案 立案以后呢 法院会把这个起诉当的副本呢 通过司法送达的方式 送达到对方 可以直接送给对方 也可以留置送达等等 好了 那到最后呢 法院就审 你作为被告 你愿不愿意来 不影响审判 那最后法院呢 做出判决结果呢 是好 没问题 支持你的解除的主张 那这个时候 合同从什么时候解除呢 要向前推 不是从这个法院的判决生效之日 而是向前推 推到哪一步呢 我们刚才讲 那个流程中的第三步 就是法院受理以后 是要发送达起诉状副本的 往前推到这一步 就从他的起诉状副本 送达对方时 该合同解除 所以这个合同解除的事件 非常特别 他既不是通知到达 他也不是说采取判决生效 而是采取起诉状副本 送达时 用起诉状副本的送达 替代了上面的控制用 这是一个很好的高点 大家要注意 第五 当主合同 以违约解除的 解除全人 可以请求违约方 承担违约责任 就是你现在违约了 然后导致我要解除合同 比如说合同目的不能实践了 我要去解除合同 没问题 这个时候合同解除了 不影响我要求你承担违约责任 前面一再强调这一点 是相一致的 主合同解除后 担保人对债务人应当承担的责任 仍应继续承担 除非六月定 看没看到 所以以后让你们当担保人 你当不当 尽量别当 看没看到 当你的主合同解除后 担保人的责任 还是独立存在的 除非六月定 上面这些都是核心高频考点 那么我们就围绕这样一个考点 出了这样一道考题 根据规定 当时一方没有通知 对一方直接以提起输送的方式 主张解除合同 那这个合同自什么时候解除 起注状赴本送达师 如果是通知的 就是通知到达师 答案选D 接下来再看合同中指的另外一种情况 抵消 什么叫做抵消呢 就是一笔勾销 怎么能一笔勾销 你欠我 我欠你 双方顶一下 那这个时候呢 就不用这种往复的旅行了 它会有效的提升效率 那对于抵消来讲呢 它也分约定和法定 约定抵消呢 很简单 没什么可考的 就是当神之间的互付债务的种类和品质不同 但是约定可以抵消 双方都同意 我应该给你个电视 你应该给我个冰箱 最后再来一张 再来顶了吧 谁也不用给谁了 没有问题 第二 法定抵消 法定抵消呢 它要求种类和品质是相同的 这里我们对于法定抵消 有这样的一些要求 比如说双方互付债务 互有债权 你欠我 我欠你 比如说你欠我五万 我欠你三万 第二 需双方债务给付为同一种类品质 但是不要求数额或者价值是相等的 就像我们的决的例子 你欠我五万 我欠你三万 再来一顶 顶多少 顶三万 对吧 剩下两万 该怎么履行 怎么履行 第三 需要对方的债务都借清唐期 就是双方债务都借清唐期了 必须 第四呢是都是可抵消的债务 那什么样的债务不能抵消呢 第一 法律规定不可以抵消的债务 比如说故意侵权 你欠我十万 我找你要钱 然后呢 你就开始玩后头了 说要钱没有 要命一条 我说要命我也不要 说我看你这条腿 基本上已经失去了这个发挥功能的空间了 要不然这样嘛 你只要把你这条腿自己给它打折了 十万块钱我就不要了 就相当于给你的医疗费 这就是一种什么 故意侵权债务 行不行 不行 这种债务是违背工序良俗的 第二 债务性质本身不可以抵消的 比如说提供劳务或者不作为的债务 不作为债务呢 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就业禁止 提供劳务呢 比如说我给你家插玻璃 这可能是基于债务的性质不能抵消的 第三是约定 约定就不多说了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法定抵消中的特别规定 第一 这里的抵消权性质上同样是形成权 像我们前面所讲的形成权都有什么呢 有比如说民事法律行为中的这样的这个解除权 对吧 债务的免除 那像这里的抵消 这些呢 他都是形成权 那么像我们如果涉及到一些吹告 吹告本身是不是形成权 吹告就不是了 好 当时如果主张抵消的应当通知对方 那这一点和前面的解除规定都是一样的 基本上啊 在这种情况下都负有通知用 第二 通知是一种非要式的法律行为 就是你可以打电话 你也可以留言 可以在他门上贴张纸 可以在他办公桌位上呢 留一个变圈 这些都可以 抵消的效果自通知到达时生效 这一点和解除都是一样的 第三 抵消的意思表示硕据于得为抵消之时 就这句话 放在这 曾经考过 好 来看这样一道题 这就是我们的历年真题啊 下来关于法定抵消权的性质是什么呀 它就是形成权 很简单 支配权呢 我们说这是我们就在第三章物权法中所讲的物权 当你具有尤其是所有权的时候 你就可以占有使用收益处分 这是你对你自己悟的一种支配 好 那第二呢 请求权呢 通常出现在我们教材本章第四章中 就是合同 合同它大多数都是一种请求权 都是一种请求权 对吧 我请求你配合我 唯或不唯一定行为 你要不做 不做怎么办呢 我只能通过法律的起诉的方式 或者通过我们前面所讲的债的保权 通过代位权和撤销权来行使 来维护债权人的利益 第三 抗辩权 抗辩权呢 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合同法中所讲的旅行抗辩权 对吧 像我们这个在保证中所讲的先速抗辩权 在破展法中也有相关的抗辩权 票据法中也有相关的抗辩权 票据法中叫做对物抗辩或者对人抗辩 抗辩权这样的一个表处和这几种权力的性质 它并不是同一个维度上 所以这道题呢 正题答案是选项D 再看下面这道题 下列关于抵消的表处中正确的是 A抵消通知必须是特定的行为吗 不是 对吧 问同一个问题 前面我们刚刚讲完保证 保证是不是一种要事法律行为 是不是 是 是不是双方法律行为 是 是不是无常法律行为 是 对吧 这都是前面讲的保证合同 第二 选项B 抵消可不可以负条件或负期限 不可以的 因为它是形成权 C 抵消的效果自通知 发出 不对 到达生效 D 抵消的意思表示 硕局得为抵消之时 代选题 答案选D 接下来呢 来看另外一种合同中止的情况 是提存 什么叫提存呢 提存就是我把这个合同旅行的标的啊 放在一个大家都公认的地方 以此作为替代旅行 我把这个标的本来要给你 但是你就是不要 或没有办法要 这个时候我又不愿意留着它 因为什么 留着它有可能将来某一天 对我来讲就可能构成合同义务的违反 就说我一直没有旅行 所以呢 我思前想后 为了断绝风险 我就把这个东西放在一个有权机关里 作为一个提存 替代交付了 我放到那个机关里 那就相当于我把这个东西交到你手上了 我的义务就履行完毕了 就跳脱出该合同关系 这就是提存 所以提存呢 它适用的情况有这样几种 第一 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受理 我也不知道债权人怎么想呢 我给他送这个标的物的时候 他就是不要 这是一种情况 第二 找债权人找不到了 第三呢 是债权人呢 他可能已经没了 或者是人虽然在 但是没有行为能力了 也没人管呢 那这个时候你说我给谁呀 就要等一等 对吧 那我又不想等 那我就把它提存了 那我当我把标的物交付给提存机关的时候 就相当于终止了合同 来看这样的几个特别规定 一旦提存以后 跟标的物有关的一切的收益 风险 费用 都是谁的 都是对方的 也就是说 但债权人你应当来收取该标的物 但是你没有收取 那当我提存了 从此以后 所有的这个跟标的物有关的一切的费用啊 风险等等都归债权人了 所以 风险 债权人呢 自惜债权人所有 费用债权人负担 而我作为债务人 应当干什么呢 应当履行通知义务 我要告诉债权人 债权人找不到了 或者人已经没了 我要通知他的相关的继承人 遗产管理人 或者监护人 财产贷管人 告诉他 我把该教父的标的物已经提存了 记住 这个地方呢 表示涉及到今年教材的变化啊 应当及时通知谁 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 特别提示 当债权人领取提存物的权利 这个权利呢 从提存之日起五年内不行时而消灭 这是我们密发点出来以后呢 教材后调整的内容啊 也就是说 原项我们规定是提存 提存七百以后 无人认领 无人认领以后 这个东西归国家所有 我们现在的规定是 扣除提存费用后 归国家所有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也是五年 提存之日起五年内 债权人不来领这个货物 这个东西就归国家了 但是你要把给公众机关的提存费用扣出来 这个倒也正常 对吧 变化之处在这 债权人如果没有履行对债务人的倒计债务呢 本来我是要把这个东西送给你 你是要给我付费的 按照合同约定 我先把这个东西送给你了 但是呢 你不要 我就把它提存了 但是你给我的费用一直没给呀 对吧 或者是债权人向提存部门书面表示放弃领取提存物权利的 债权人辗转反车 知道了我的这个标的物被提存了 债权人说我现在已经这个出国了 也挥不去了 这个东西呢 我也看不上眼 我也不要了 好了 那就是表示什么 书面表示放弃领取提存物的权利的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这两种情况下 提存物债务人都有权利取回来 但是还是那样 你把费用都先付了 好 这是合情考点 大家注意 接下来看这样一道题 债权人甲下路不明 找不到人了 为履行到期债务呢 债务人将标的物提存 根据规定下来表出正确的事 只要你提存了 所有的跟他有关的都是谁来承担 债权人 提存费用 债权人承担 规准灭失的风险 债权人承担 假领取提存物的权利 自提存支出起 五年内不行使则消灭 这是对的 是吧 好 第一 债权人向提存部门书面表示放弃 领取提存物的 这个提存费用由谁来负责 债权人说了 东西我不要了 但是那个钱你也扣不着他 因为什么物已经被债务人拿走了 对不对 债务人这个时候要负担提存费用 所以这道题 正确的选项是C 我们再来看合同中止的最后一种情况 免除和混同 相对来说 考他的知识点的情况出现的比较少 什么是免除 债权人免除债务人的债务的 这个时候债务会对应的中止 除非债务人明确表示拒绝 比如说债权人说了 说你欠我的钱我不要了 那这个时候 这个免除 债务的免除 它是一种单方法律行为 对吧 那一旦做出 就会导致法律关系发生改变 但是债务人说了 当时就说了 说不行 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借我的钱 怎么能不要呢 说这笔钱我一定要还你 那只要他拒绝了 那债务免除的效果就没有发生 第二天债务人后悔了 又打电话 说哥呀 昨天我喝酒喝多了呀 你要说 你说我欠你的钱不用还了 这个事是不是真的 债权人也行酒了 说不是真的 行不行 行 对吧 那就意味着债务有没有被免除 没有 因为在当时的那样的一种 债务免除的意思表示 做出后 债务人在合理期限内明确拒绝了 第二 债权债务人同归于人的 这个时候终止 除非涉及到第三人的利益 就这么一句话 有同学说 老师我就不理解 怎么会涉及到第三人的利益呢 比如说A欠B欠 那么B呢 用这样的一种债权呢 为贾和乙之间的债务提供了担保 这叫质押 同学们 这是什么质押 这是我们所说的权力质押 对不对 B用A欠他的债权 为贾和乙之间债务提供担保 这实际上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 营收账款质押 再问同学们一个问题 马上去想 营收账款质押分成几类 两类 对吧 已有的和将有的 那么他的法律规定是有所区别的 好了 所以在这里呢 A欠B钱 必用债权做权力质押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营收账款质押 但是 这个时候 A B合并了 变成C了 那好了 那这个时候 这笔债权用这笔 营收账款设定的权力质押 是不是消灭 正常来讲 A B合到一家了 变成一个人了 那这个时候 他就应该不用自己签自己钱了 对吧 债权就应该消灭 但是由于涉及第三个利益 你已经设定权力质押了 这个时候权力质押仍然存在 这就是这句话的含义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一节的最后一个知识点 违约责任 什么叫违约责任 违反合同约定后需要承担的责任 欠债到期不还 我就要求你还本金 还需要承担违约金呢 这没有问题 那违约怎么表现出来呢 我们实践中 它的表现形态一般有这样几种 第一种叫预期违约 就是还每一到期呢 我就告诉你合同不履行了 那这里分为明示的和漠示的 就是我们前面举的例子 我明确告诉你欠钱不还了 或我把合同标的 我已经卖给其他人并完成交付了 再也履行不了了 这是一道 第二 借期违约 借期违约就是到期了 到期了以后呢 我没还 获得履行义务的不符合约定 如果履行在数量质量上不符合约定的 称为不完全履行或瑕疵履行 在时间上满的叫做迟延履行 我应该还你八万 但是我只还了你六万 这就是一种瑕疵履行 因当事一方的违约行为 所害对方的人身或财产权益的 受害方有权请求 其承担违约责任或侵权责任 这是静和 比如说 我是一个养牛专业户 我从你那买了一头牛 那这头牛呢 这个当时我们双方约定好了 这牛不能有任何的疾病 又做了一些检查 然后牛你交给我以后呢 我就把它放在我的牛棚里了 结果你交我的手 明知这个牛呢 已经得了疯牛病了 第二天呢 我在上我的牛棚里一去的时候呢 发现所有的牛情绪都非常激动 都疯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交付的标的物本身就不符合约定 这就是违约 而你的这种违约本身又给我的财产权益 造成了损害 那这个时候 我可以要求你承担违约责任 这头牛交付不合格 按照合同约定 你要给我承担违约金 我也可以选择要求你承担侵权责任 因为你这头牛侵犯了我其他的财产权益 怎么选呢 这才都没说 在实践中呢 我们一般是认为是这样的 侵权责任呢 他可能承担的责任范围要大一些 但是你需要证明对方的行为 和你的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 而违约责任呢 通常承担责任呢 是固定的 相对来说数额可能会小 但是对于你来讲 证明责任比较轻 你只需要证明对方违约了就行了 你不需要去证明其他 所以这两个怎么办 你自己来选 再往后看 第三种叫债权人实验 这也是违约的一种形态呀 债权人对警户不受领 或不提供必要的协助 按照约定 我应该把这根钢材送到你的工地上 但是你总觉得自己买贵了 然后呢就打电话 指使下面的这个开门的告诉他 只要是这个送钢材的 一律不允许他进来 我就要让他违约 然后好告他 跟他减短价 好 这就叫做债权人的持缘 债务人如果按照约定履行债务 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的 债务人可以请求债权赔偿增加的费用 那我运钢材的 我就在门口等你 一等等了半个月 这个费用都是谁让 债权人的 在债权受领持缘期间 债务人也无需支付相关的利息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违约责任的承担形式 换句话说 前面我们解决的是什么叫违约 这里我们要解决的是 违约了以后 我有什么权利 这里的权利呢 你可以首先要求对方继续履行 违约就是他不履行了 那你就可以要求他继续履行 因为我们法律上有一个基本的原则 不能让人因违约或有过错行为而受益 你违约了 本身你又受益了 那这就不合理 对吧 我是遵守法律的 我是合法的 但是最后我就受损失了 这不行 所以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 债权人可以请求强制履行 继续履行 比如说你这个房子卖给我 然后呢 签完合同了 后来你觉得卖亏了 转世又卖给别人 多卖了30万 房子都没过户呢 这个时候我马上到法院结束 我要求你继续履行这个合同 不能让人因违约而受益 那在这里呢 还有一些特殊的规定啊 不是所有的债务都可以适用这里的继续履行 比如说法律上或事实上不能继续履行的 像前面那个房子 他是作为卖房 一房二卖了 但是他已经把房子过户给第二个买家了 那你作为第一买家也没有办法 因为法律上已经不能了 第二债务的标的不适用于强制履行 或履行费用过高 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情况 一个一个这个开发商 开发了一个这个产权式店铺的大型商场 比如说里面有一千个店铺 全都卖出去了 卖出去以后呢 开发商发现决策失误了 因为这种产权式的店铺的商场呢 很难统一风格经营 效果不好 所以开发商说 你们把那都卖给我 我回购 我要给它改造成一个全新的商场 朱利式的这样的一个店铺 而不是产权式店铺对外出售 那一千个里面 999个都卖回去了 只有一个 坚决不卖 这个店铺说了 我买了 我就是为了自己干的 所以我就要求什么 我继续经营 我也不卖给你 我也继续经营 要求你商场 为我这一家提供必要的水电 物业服务 停车场服务等等 商场说了 你看 我们这个商场这么大 999店都空的 就你那间亮的灯的 你觉得会有客人会上你那去消费吗 但是经营者不这么考虑 经营者说 反正我主打的项目就是鬼屋 就是挑战人的这样的一种刺激神经用的 你这整体这个环境非常适合营造 我这样的一种产品的所需要的主题环境 双方后来就闹到法院了 闹到法院以后 法院最后的判决就是 这个时候不是用继续履行 因为买的那一方就起诉到法院 要求卖方作为 看法上必须要提供必要的这样的经营条件 看法上就说了 说真没必要 说我只要开门 我一天要赔好几万 只给你一家服务 买家说不管 那是你违约了 你有错 你承担责任 所以法院的后来呢 就认为说这个事不适合继续履行 允许违约方 基于违约行为主动要求结束合同 因为什么 就是继续履行的费用太高了 没有必要 第三 债权在合理期间也没有请求 所以这些都是关于这样的非金钱债务 那如果当时一方没有支付相关的金钱债务了 有价格 报酬 有租金利息等等 对方可以请求其支付金钱之债是一定可以继续履行的 非金钱之债才会出现不适用继续履行的情况 第二种违约责任的比较形式是不救 加工修理更换重做替换等等 也就是说当你旅行不符合约定的时候 按约定的承担责任 比如说你卖过这个冰箱 这个冰箱有什么设计缺陷呢 关门轻轻一关能吸上 稍微大一点这门就弹开了 那这时候怎么办 我要去你修理 对吧 按照有些三包呢 你如果是修了几次以后还不行 那就是退化 等等 叫我们的汽车召回 对吧 这都是容易更换 第三种呢 就是死害赔糖 死害赔糖呢 就是你基于违约给我造成损失了要赔 这里的死害赔糖有三种 第一种呢 是实际损失 实际损失包括基于合同旅行可得利益损失 但是呢 不能超过你能预见的部分 比如说这个刚才卖给我五千块钱一吨 我正常市价是六千 我就应该一吨挣一千 对吧 这个损失实际上就是你给我造成实际损失 但是市场价格突然暴涨涨到一万了 那对不起 那些它是超出你预见的 就不赔 好 你再比如说像我这个 我要去签合同 然后在路上呢 我的出租车就被别人撞了 撞了以后呢 这个导致什么 导致在处理事务过程中呢 我的时间被拖延了 之后呢 导致我的这个飞机没赶上 飞机没赶上呢 然后呢 导致合同没签成 合同没签成 老板就说了 说我能力不行 把我开了 开了以后呢 我的人生就失去了努力的方向 我的家庭也不幸福了 等等 那这些 它都叫做预见外的损失 这都不是你可以预见的 好 第二支付违约金 违约金呢 通常是当成双方约定的 但是违约金呢 如果太高或太低了 也不公平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改 怎么改呢 是参照实际损失 实际损失是谁呢 通常就是它 可以参照实际损失来调整 过高过低的 我们都可以请求调 一般指的是超过实际损失 30%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调 双方都可以要求的 曾经发生过一个案例 那就是卖方把房子卖了 但是户口不迁出去 违约了 导致买方呢 不能够把户口落进来 那这个时候买方就起诉卖方 最后一算 这个好几年的时间 违约金呢 比房款还要贵 后来法院就把违约金给调减了 第三定金法则 定金法则我们前面说过 交定金一方不履行义务的是 不能要求返还 收定金一方不履行义务的是 要求双倍退 这就要定金法则 对吧 那好了 如果一个合同中又有违约金又有定金呢 怎么办 前面说过 择一是用 那定金和赔偿损失可不可以并用呢 可以 换句话说 一和三他俩是可以共用的 二和三呢 他俩是不能并用的 那一和三并用的时候要记住 不能超过实际损失 我们曾经在有一年的主观题中考过这样的一个考点 假设实际损失19万 然后呢 支付了定金是8万 问你能从对方那里 还可以继续要求最高不超过多少钱的赔偿 那你定定的8万 定定的8万呢 实际上你从对方那里 试用定金法则 那就是16万 但这16万里面是不是有8万是你自己的呀 对方实际赔你呢 才是8万 对不对 而你的实际损失是19万 那你能从对方那里能不能再要钱 可以再要多少 不超过11万 定金法则中 他只赔了你这个8万 那19万的损失里的剩下11万 还可以继续要 看这样的特别提示 当下一方违约后 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 避免损失的扩大 如果没有采取适当措施 这是损失扩大的 扩大那一部分不能要求赔 你到我这买的种子 玉米种子 然后呢 我回去种完以后呢 发现在合理的期间内根本就没出苗 这个时候我一看今年玉米价格好像不太高 怎么办呢 哎 我就当不知道 本来卖种子的是违约了 但是你这位守约方 也应当采取措施避免损失扩大 你应该怎么办 我赶快把这个种子换了 或者我再买点其他种子种上 对不对 你恶意扩大损失 就扩大部分不得要求非常 那当然 你因为房子损失扩大而支出的费用 当然是要有违约方负担 我又买了种子 种子钱违约方来负担 当时一方违约造成对方损失的 对方最损失的发生有过错的 可以过错相比 我卖给你的种子确实有问题 但是你在种子供重的时候 不过重的时候也存在的问题 这个时候怎么办 损失就要按照双方各自不同的过错 进行相关的评解 好 那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合同旅行过程中 有没有可能一方不旅行合同 但是他不需要承担责任 有 那他的理由主要是不可抗力 什么是不可抗力呢 通常是不能预见 不能避免 不能克服 比如说在人在害地震 地震能不能预见 预见不了 有同学说不是 老师 有的时候地震可以提前五秒七秒 来收到相关的这个地震提醒 地震提醒那也是地震发生后 利用地震波传播的时间差 来做一个提前的预报 或预告 他不等同于预判 我们现在还判断不了地震 所以说自然灾害就水不可抗力 那政府行为 那谁知道哪一天政府会有宵禁呢 对不对 谁知道哪一天会有这样的一种 快递的业务的暂停呢 或者是基于这样的一种 特殊公共利益的考量的一些特定的行为 以及社会异常现象 比如说有很多国家动不动就罢工了 对吧 那一罢工呢 这个就公共运输就没有了 那很多呢都会受到影响 这属于法定免责的不可抗力 那同学们 高考的那三天 我们是禁止户外施工作业的 这算不算不算不可抗力 不算 你为什么可以预见 对吧 高考的时间是非常稳定的 第二 当时如果将不属于不可抗力的情形 约定为不可抗力的 只能解释为是约定的免责使用 也就是说 停电 我把停电约定为这个不可抗力了 但是本身它不是 因为我们停电都有预告的 现在 绝大多数都是有的 对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 这种有预告的这种停电 你只是一种约定的免责使用 比如说约定好了 我给你来储存生鲜食品 但是啊 如果基于停电原因 停水原因 所导致的这个生鲜 或者是冻品 比如说冷冻的海鲜 出现了这样的一种 保管上的问题 我不承担责任 这是一种约定的免责 第三 当人一方 因不可抗力 不能履行合同的 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 来决定他的责任的免责 因不可抗力 不能履行合同的 要及时通知对方 还是有个通知义务 这样呢 才能减少给对方造成的损失 是地震了 还是户外突然40度的高温 导致不能户外作业了 你都要提供证明 上等啊 地震上地震局 那如果高温到气 这个气象局 当时人持烟旅行后 发生不可抗力的 不免除企业违约责任 3月1号交货 那就没有问题了 你不交 然后呢 结果3月5号发生地震了 导致损失了 对不起 你违约在线 如果你履约了 他就不会遇到地震 这样的一种损失的情况 所以一方违约后 再发生不可抗力的 这种不可抗力 不是免责失忧 好同学们 那合同法总的部分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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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